Hello 大家好 我是薄薇 這堂課跟大家介紹一下 夠語言效能檢查的工具叫PPROF 那今天不會講的很深度 只是初次跟大家講一下 夠語言有這個檢查效能的工具 那我們在講這個效能檢查工具之前 我們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夠語言它除了有內建強大的測試工具 就是GoTest之外 它其實也提供了效能評估工具叫GoToPPROF 所以其實在夠語言整個生態電視和工具電視非常非常完整 全部都是由官方去支援的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去安裝任何套件 或是安裝任何第三方的Dependence 其實就可以用到Go非常好用的一些工具 那這也是我為什麼推薦大家去使用夠語言 嘗試看看的最大最大的原因 那這邊會介紹一下如何使用PPROF 來找出一些程式碼上面的效能上的瓶頸 那假設你在開發者我們在寫一些邏輯上功能的時候 發現跑出來的速度不是我們想像說這麼快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該怎麼去對於這整個程式碼去做一些Benchmark呢 其實很簡單其實就是Go裡面 其實用GoTest的方式就可以找出一些部分的原因 那底下有一個指令大家可能必須要熟悉一下 叫做GoTest 然後GoTest其實它有分兩種方式去做你的程式碼的測試跟驗證 第一個叫做GoTest 另外一種方式是你寫一個Benchmark 那寫Benchmark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只要去加上DashBench等於點的話 就是測試這個Package底下的所有的Benchmark的條件 好其實我們來看一下程式碼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碼 好首先我們其實可以在Testing的檔案 其實可以發現說我直接寫一段Benchmark來做Testing 那其實很簡單你就只要去呼叫Benchmark開頭的程式的Function名稱 其實就會做一個BenchmarkTesting 那這個BenchmarkTesting其實用法就相當簡單 用GoTest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們後面有加上一個叫做BenchTime 那BenchTime的原因是說 其實BenchTime它Default可能是很短的 那假設你要去測試非常穩定度非常高的話 其實你可以調高這個數值 基本上我的設定5秒到10秒之間 那其實它輸出的結果大概是如下圖所示 那很簡單就是它會跟你講 你現在每一個Operation它跑出來的時間點是多少呢 它使用了多少的內存的記憶體 其實都可以很清楚的顯示出來 在這個條件上面 在這個條件上面 所以你可以去做這個Testing 然後把它存起來呢 所以你現在再做Testing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較 那這邊呢其實可能我教大家去做一下實際上的開發應用法 其實基本上你就是 假設你呢你現在在這個Master的Branch 那假設你今天要去做一個Performance的Tuning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就是用 GitCheckout.b的話去建立一個叫做Performance的Branch 那切過去之後呢你會去產生一個新的Branch 那這個新的Bench之後你就下GoTest的方式呢 去將你的Benchmark的檔案呢給輸出到 我們輸出到比如說叫做New.tst檔好了 那這時候呢它就去在你的檔案下去新的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其實就是會產生出這樣的一個報表 那這樣的報表之後呢 其實我們這時候我們會看到說 因為我們在這個底下跑了大概數據多少 那其實它記錄在這個裡面 那假設你跑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去跟原本的結果去做比對的話 其實很簡單就是一樣切回去Master 那一樣去做這個指定 它只是說你把它改成Old 那改完之後呢其實就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去做Benchmark的比較 那這邊講到說你可以用一個BenchState的方式來看一下效能是否改善 那這是我們最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知道說舊的跟新的大致上差異是多少 比如說它的每一個operation它的時間點大概是進步了多少 或者是它的執行的檔案的大小大概是進步了多少 或者是你的Memory的location的話是進步了多少 減少了多少 這個都可以在這個數據上面直接去顯示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最常用的Benchmark的指定 那就是用Goldtaste的方式 但是呢你要去做到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 但是你要說假設你的程式碼代碼裡面可能有1000行 那你怎麼知道這1000行要去做哪些的改善 那這時候你在做Goldtaste的Benchmark的時候呢 其實沒有辦法跟你講說你哪邊的程式碼 寫得非常的慢 或是哪邊程式碼執行了很久 跑了loop 或跑了執行到1000次 這沒辦法去解決掉 那這時候你又可以去多加一個參數 做-cpu profile 然後呢你輸出到一個cpu.out的這個檔案 這檔案名字可以自己去取 那輸出到這個檔案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去透過這個檔案去觀察一下 你這一次的Benchmark到底跑了多少個方選 然後這個方選是非常非常慢 那這時候我們舉例一下 好這時候呢我們一樣 我們剛剛已經在產生了 用這個指令產生到 產生一個cpu.out的這個檔案 那這時候呢我們很簡單 我們是用go to go to的方式呢 去把這個cpu.out的 給load進來 load進來之後 它產生這個pbrf的一個潛綴字號 的console的介面 那你可以直接打help 你可以看到說有這麼多指令可以非常用 那我們其實最常用的就是tops 或是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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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就跟你講說 這個tops哪些東西是你會去用到的 而且用到時間是最久的 大家可以看到說 你這個跑這個benchmark 它這個nest token 它基本有花最久的時間 花了790mps 那 然後它的總 這個nest token裡面呢 它其實有把很多指函 是嗎你也可能會去呼叫到其他地方 那這時候呢這個cun就代表說 它的全部的總時間點是花了2830ms 那佔了整個84.86%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知道說 那我真的要去改善效能的話 基本上是從這個函式下去去看 但是你會想到說 但是我們在看的時候不會去從這個函式下去看 原因是說 這個裡面可能會去call the read the string 就會去call the read the chart 這個兩個函式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看說 在我們在跑紫函式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說哪邊還可以去做一些優化 那假設我們去看到說這個read the string 它怎麼可能會跑這麼久 而且佔了整個總體的時間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去看一下說 透過LIST的方式去看一下 這個函式到底跑了哪些 哪些狀況 為什麼會這麼久 那你會看到說 在我這個read the string 它就會直接列出整個完整的程式 那跟你講沒啊沒啊 大致上跑了多久 跑了多久 那這就跟你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好 那這邊可以講說 你做了Stream的轉換 它其實它跑了 跑了中 中力跑了540ms 那但是實際上它只用了4ms 但是因為你跑的benchmark是 包含了底下的內存 所以基本上它轉了540ms 那底下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每一行每一行 所有的花費的時間 跟它單獨執行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透過LIST 製造說 你需要去優化哪些程式 或是優化哪些邏輯 所以基本上可以從這邊跟你講 跟你講 與其你 你在沒打那個什麼Lock Print 你去記錄時間 你去記錄時間 不如你用這個CPU Profile的方式 去幫助你解決到效能瓶頸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LIST這個指令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搭配個TOP10或TOP20 可以看得出來你的TOP20 所有的狀況都可以列出來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排序 比如說FLAT做排序 那或者是用CUN做排序都可以的 那基本上你就會去依照你的行為做排序 基本上可以找出你的效能瓶頸的地方 那當然它也不只做這些事情 你也可以去產生一個PDF 比如說PDF 那它就會把你產生一個這個狀態的 破發的PDF 那基本上你可以打開這個檔案 就可以看到說整個整體的狀況 好 這是我們用這個方式去打到這些效果 那這是我剛才講的部分 那其實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FLAT這個東西就是 表示該方式所需要的時間 那這個方式基本上不包含裡面 你還有去扣其他方式所需要的時間 但是CUN就是包含全部韓式的所有的資金 就是你的這個韓式裡面有扣到其他韓式 又有扣到其他韓式加起來的時間點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你所改變的需要項目 那基本上你可以透過List的方式去讀到 你原本想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哪個地方花了最久的時間 那你就會去做這個地方做優化 或者做一些改善 這可以提升你的整個程式的效能 好 那當然你可以去在CUN裡面去加PDF 那PDF其實產生出來就是類似像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 其實就是它產生出一個PDF的報表 你可以去點進去看說 它哪些地方扣哪些韓式 那基本上它就做一些連接 那是用D3.js的方式去算寫出來的 那基本上呢除了PDF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Web的方式去做到 那我們直接下 在Web底下下這個GoToPBRF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 我們先把它離開 然後我們先離開這個Console畫面 QIT 那基本上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Web的方式去做到這個事情 基本上我把這個Web給打開了 那我從第二個Web把它拿出來 好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是我剛剛開出來的一個頁面 那這頁面也可以也很清楚跟你講說 你可以去上下都調整 你可以去看到說 它其實從最 你可以看到說 它是其實從最久的那個 跑的時間點 標最大的框框 然後一去減少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你有程式嗎 到底哪個地方花最久的時間 那這邊一樣 這邊是2.83秒 其實就是整體Nest Token 這個所花的時間 就是把底下去全部加起來 那0.79就是你這個單純 這個Nest Token它所需要化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它下面它大概跑了哪些韓式 然後去做整備的優化 所以基本上這個圖 之後你優化過一個版本之後 產生出來的結果 其實基本上可以跟原本的圖做一些比對 那這個比對呢 其實你也可以點 你也可以直接點這個 點這個 點這個原本最久的時間 然後去選這個view 那view的話你可以去做pick動作 那pick動作它可以跟你講說 哪些地方用了比較久的時間 它會跟你講 地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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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地方可以用比較久的時間 或者是你用tap 你可以講說哪個地方用最久的時間 或者是你可以看grave 好這就是剛才的grave表 那我們可以直接去看一下它的 friend graph 那這邊也可以去看到一些它的比較圖 所以基本上這個web呢 做起來是相當相當方便的 就是基本上它可以 它可以已經做到整個效能的表現的圖表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跑了一個benchmark 只要開了這個web的這個界面 其實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的 可以清楚地抓到說 你的程式碼到底哪個地方跑最久 你只要正正的地方做優化就可以了 那在傳統的方式呢 其實基本上這個tool是相當方便的 那如果再沒有這個tool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就是找個 某個時間點 然後直接去插入什麼 時間的差異 那其實我覺得那個太慢了 你直接寫一個benchmark 的韓式去做go testing 就可以去做到哪些數據報表 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說哪個韓式 花了最久的時間去做一些改善 好那這就是我覺得 效能優化區需要去了解的這個tool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的在你平常寫web 或是寫application 或是寫一些seriali 或是寫些parser的程式碼 你要去看一下哪邊跑最久的話 基本上是用這個方式去做到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這是PPRF的初探 就是希望這個影片大家會喜歡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說 在go裡面有一個這麼好的工具 去檢查你的程式碼的效能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對開發者相當有幫助的 一個一套工具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